2023年對我來說 是香港政治上嚴重倒退的一年 有兩個標誌性事件 第一是年底的區議會選舉 在今次所謂完善的選舉辦法之後 香港區議會的直選議席 是1985年有區議會選舉以來最低的席位 這個直選議席跌回到88席 比第一屆還要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倒退指標 另外就是香港區議會的投票率 也創歷史的新低 比1985年有第一次區議會選舉的時候不要低 當年也有30多%的投票率 今年只有27%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大陸化的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因為大陸是不喜歡你有民主選舉的 所以你香港的過去有的選舉 慢慢慢慢萎縮 第二個即將急劇大陸化 就是從這個周庭事件可以看到 周庭被扣起護照 過去來香港普通法 你復營之後你就自由了 不會再留一條不自由的尾巴 但是周庭出來之後 就是說他的護照被當局扣起 當他想去出國讀書的時候 就要附加一個被旅遊的政治條件 就是大陸對這些異見人士的一個經常的做法 就是煩到大陸有些什麼重要政治事件的時候 他都會把這些異見人士捉去旅遊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